5月1日凌晨 广东梅州高速公路路面塌陷 高架桥断裂 23辆车坠落后爆炸起火 最新消息 当局称36死30伤 网传消息称死伤严重 民众在社交平台寻找亲人 遭当局封杀 现场双向交通中断 网传视频显示 许多车辆坠落 现场起火 燃烧猛烈 一目击者网民透露 一车七个人都在睡觉 突然崩的一声 车辆失控 我们瞬间清醒 忍不住尖叫 后来停稳后 说后面一个坑 好像好几辆车都被坑搞到失控了 车胎也爆了 我们下车想看看其他车什么情况 谁知那时路面已经塌方了 我们过的时候 可能路面只是开裂 或者就一些小坑 我们后面的车 全部掉进大坑里去了 四五米的大坑 知情网民透露 听说高速桥断了 瞧他方了 车子坠下去了 爆炸了 说是有四五米大坑 后面车子全部掉进去了 新闻报道十八辆 其实不止十八辆 爆炸的多数都是油车 掉进去 有大火 悬了 死伤严重 有一个说他亲戚一家五口 没了三个 一个车 怎么可能两个人 好多都是一家人回老家过节的吧 好可怜 还有民众在社交平台寻找家人 还有网民发文透露 家人应该会行经该路段 目前持续失联 不知是否已获救 但相关文章被删除 大陆社交平台不断有网民透露 当局在删视频 图片等 再有网民透露 这条高速是不是开通没多久的 前两天刷到过通车仪式 一日上午 一名在他县前路过该路段的女子 向吉姆新闻透露 他们一家人是一日凌晨路过事发地 当时他和孩子在睡觉 丈夫开车 突然车子爆胎 他说 下车查看才发现是路面他县了 孩子都吓蒙了 万幸在他县前瞬间冲了过去 后面的车就遭殃了 一位网民向澎湃新闻表示 朋友开车从深圳去福建旅游 经过该高速车上三个大人 两个小孩 目前都联系不上 这位网民还说 两位朋友一起去的 分开两台车 另外一台车的朋友刚好去上厕所 因此逃过一劫 福建一网民向南方日报表示 他的父母及弟弟妹妹 共五人从广西返回福建 但现在所有人都联系不上 家人最后一次披露行踪 是在4月30日晚间11时39分 当时已在连亭中信高速上 他焦急到 之后就断联了 现在车上所有人都打不通电话 我爸我妈我妹电话都打不通 刘萍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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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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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吃的好卡呀 单凡都一个人都坐不下该不吃 大家好,我叫黄瑞奇 是上海市青骨气税务局第一税务所的一名基层税务工作者 我的爷爷和父亲也都是税务家庭中的一份子 我是一名在税务家水药中成长起来的孩子 从享受到浓厚的税务氛围的兴套 所以在毕业之后我选择了接获父亲和爷爷手中的接力棒 让税务兰在我们家继续传承下去 四月二十九号,一斤冬画 要忙吧去 这里发生车祸了 然后这个小车停这儿了 它不会走了 我不知道你要等多久才能走 他们还在调节当中 然后它就只能停在这里了 它不敢动了 这个小车蠢蠢蠢的 你看 其实这个地方 这个宽度够它开过去的 但是它不会 它平常是走自行车道的 但是它现在前面停了一辆车 然后它就跟着停这儿了 这真的不叫智能驾驶了 这个人是一个工作人员 它把那辆小车弄走了 但是又来了一辆小车卡这儿了 它应该一会儿 还得把这个小车再弄走 到车中 它还会对它挥手 这个挥手看来 它可以接收到这个挥手啊 好了 它走了 5月1日 湖北省隋州市长岭镇 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 因反对当地政府 强制推广火葬和购买公墓 引发当地人不满 当天数千民众走上街头 网民称这么多年 也是半土葬半火化进公墓 这次好像是要强推 公墓一个人七万 后面还有每年的管理费用 而在长岭镇上 就普通租房 两千左右能租一年 买一套一百平左右的房子 也就十万不到 感谢大家 понятно 有關的 虛獎 ?". ? ? 。 我吃飯给你吃飯 我一羡人都飲饿了 我用胳膊们 你怕个 pesar... 你怕不要我 receptors 我冢账 我拿着我 句话 这个是给孩子刷饭盒的时候 发现学校食堂的肉 怎么觉得这个肉不对劲呢 肥肉有那样的吗 一个节一个节的 Maya Maya 武汉公民记者方斌出狱整整一年 近期因武汉警方施压 他在武汉黄皮区租住一年的房屋被强行解除合约 水也和煤气被切断 门锁也被更换 他说可能将流落街头 5月1日方斌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 近期被武汉黄皮区房东避见 4月27日 房东把租住的房屋水店都停了 他们警察知道我从桥口区搬到黄皮区 黄皮这边就不让我住在黄皮 他警察就施压房东 要房东出门赶我走 房东就说受不了 受不了 你赶快走吧 我现在到处流浪 他说 报道称 方斌表示 4月15日他和黄皮区的一房东 签下一年租赁合约 并支付一年租金和物业费 三天后 当地街道办得知此事 就通知房东解约 房东说 我把钱退还给你 求求你 但是房东不敢说 谁向房东施压 入住一周后 房东告知方斌要以50万元把房子出售 之后新买家出面 催促方斌搬离 我27日离开 28日把门打开了 29日又给我房内的水电都停了 29 30以及5月1日连着三天 今天早上又把我的门锁搞坏了 我进不去了 门都搞坏了 方斌说 方斌表示 黄皮区社口接接盗办 觉得他的到来造成了维稳压力 他们觉得我住在这里危险 他们要维稳又派人管着我 要产生这个费用 那个费用 反正他们觉得 我在这里 麻烦 来一个人 他们多一个责任 他们现在赶我走 没有道理啊 我合同都签署了 为什么要赶我走 他要我走就要赔偿 按照消费法规定是 三到十倍的赔偿 因为房东不能把房子出租又出售 他说已经卖了 房子 方斌解释说 黄皮区政府社口街道办事处始终无人接听 报道称 方斌的一位友人彭女士说 方斌自四月中旬搬入新聚后 常有访民和维权人士前来 使得当局如临大敌 方斌2020年2月在武汉爆发疫情期间 通过视频披露当时真实的死亡情况 受到外界关注 之后 他被当地警察抓捕 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三年 今年4月30日是方斌刑买释放整一周年 去年4月30日 方斌出狱 立即被武汉警方送到北京 连夜北京警方又把他送回武汉 其武汉的家人因受到当局威胁不能收留的 当时他一度流落街头 之后 方斌住在武汉市桥口居 因时常受到警方盘查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生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